饭 酒 都是真的 河边警戒 进去无关人员靠地 宋队 林姐 尸体呢 放心 现在什么情况 河道管理处的捣捞员说 傍晚七点多 还正在作业 刚到那边桥底下就发现了藏射的垃圾袋 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场痕迹的提取 正在联系辞者家属 好 辛苦 我们先去看尸体 林法医 怎么样 眼睫膜可见点状出血 尸般浅淡 呈淡红色 口鼻出现迅状泡沫 初步看来是生前溺水 放心 提取DNA 拿回数据库跟失踪人口做一下对比 知道 肝温二十五点八度 这周平均气温是三十度 推测死亡时间是三到五天左右 具体的得等回去解剖检验才知道 还有其他什么线索吗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视频 也没有瘀青或者其他挣扎痕迹 熟人做案 宋队 什么找到一个东西 酒暖春生远处 范角 沐青联合出片 橘子百合工作室制作 现代纯爱广播剧 我亲爱的法医小姐 第二期 欢迎收听 死者丁雪 五月十七至晚零点四十五分 第一次尸体解剖 开始 断城 咬骨前 这里 取骨 放心 记录称重数据 好 现在取双废 师父 要吐滚出去吐 别污染环境 双废约是正常肺部的两倍重 凹陷严重 伴随刺激性气味 是水性肺气重 放心 怎么了 等下把所有组织和骨髓叶牙齿 都做一下硅藻检测 嗯 好 我们继续 现在取心机 孙先生 我们在莲池公园的河里 发现了你妻子丁雪的尸体 现在希望你可以协助我们进行调查 我会的 嗯 容我先问一下 你跟你妻子丁雪 平时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平时很少会吵架 她性格也很好 我真不懂谁会害她 那你妻子失踪当天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和平时一样 吃过早餐 我送雅雅去幼儿园 她去上班 什么时候发现你不见了 晚上 就在晚上 还记得是几点吗 说一下具体情况 记不清了 应该是八九点吧 她说学校里几个孩子打架闹事 又赶回去 之后没有再回来了吗 对 我等到十点多她还没回来 就给她打了电话 但她没接 后来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 麻烦给我们看一下 好 向民 我可能还要晚点才能回来了 你先睡 不用等我 抱歉啊 根据规定 您的手机 我们得暂时扣留 详细检查一下 我知道了 我当时应该 再打电话给她 说不定她就不会 能说一下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吗 我在家加班 后来就带孩子先睡了 第二天学校打电话 说她没来上班 我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就马上报警 她走了 刘晓慧和雅雅怎么活呀 姐 你再看一下这个 是你老婆丁雪的吗 是我们的婚戒 拜托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 还我老婆一个公道 放心 我们会竭尽全力 那行 谢谢您的协助 一会儿我们的同事 带您办完手续 您就可以先回了 不过 请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好 宋队 林姐那边的初步解剖接骨 已经出来了 好 通知林法医和其他人 明早六点 即刻开会 明白 干嘛 起来了 准备开会 大姐 你不用亲自来提醒吧 我都今夜到睡办公室了 还来摧残我 请问您是人吗 不是 我看也是 口香糖 提神醒脑的 来 两磷 不用了 谢谢 你这种人 怪不得三十多了还单身 单身怎么了 难道非得两个人 才能体会快乐 当然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起码会有人听自己说话 你这么了解啊 我 关你什么事 快不快乐我不知道 不过如果不是真心喜欢 不可能坚持使你 所以 起来开会 宋宇航和老渔夫 我用病才跟你说这些 好了 人都到斜了 开始说案情吧 宋队 放下混能片 死者丁雪 三十岁 江城是一中英语老师 五月十四日晚八点到十点之间 自行离家失踪 十点二十三分 给丈夫孙孝明 发了一条短信 随后就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但这条短信 是否为他本人所发 尚且存在疑点 很可能当时已经遇害了 另外 案发现场 找到了死者的戒指 嗯 是真客排查的怎么样 我们调取了当晚监控 暂时没有发现 可疑人员出入公园 你们有没有想过 莲花池可能不是 立案发现场 解剖发现 死者又心事的血液 非常不正常 其血液黏度 比重 血红蛋白量 红细胞数都要比 左心事要低 这不是人在淡水里 溺死的生理之症 你是说 他可能在海水里溺死 可是海边距离 埃发地 至少二百多公里 那就等归早解决结果吧 先确定 究竟是在哪片水与海 老规矩 并分三路 一组去二手市场看看 是否有一次死者财物 被售卖的记录 二组去死者家 以及附近走访 我去死者工作的中学调查 是 行动 我和你一起去 林法医不是对破案不感兴趣的 可是我对宋队感兴趣啊 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还以为林法医 只对钱和男人感兴趣 非也 我欣赏一切美的事物 无关难迷 行了 上车 您好警察 我们想了解一下丁雪平时的情况 丁雪平时和她的学生 还有学生的家 和同事之间 是不是能确定 她是回来处理学生打架 斗路的事情 我可以见一下那天打架的学生吗 和同事不熟 经常要找个学生 好平均多 暂时可以排除抽伤 你怎么看啊 公安局外 不讨论案情 你每次和我多说两句话会死吗 会 怕你被我气死 你 让两位久等了 我是李时平 江城市医中的副校长 您好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副队长 宋一好 法医林彦 不握手了 常年摸尸体比较晦气 两位请坐 好 谢谢 我看李老师办公室放了很多英文原著 李老师是教英文的 我教化学的 只是喜欢看原著 原来是这样 我们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向您了解一下 您平时对丁雪的印象怎么样 对她印象挺好的 教学好 对学生也一视同仁 那她和她丈夫的关系怎么样 还真没听她提起过她丈夫 从未提起 是 我听说 当天晚上打架的几个人中 有个孩子叫周末 是丁雪老师班上的学生 您对她有印象吗 知道 高三年级的问题学生 那孩子啊 成绩还好 但是和同学 她怎么好好地救 警察同志 我和丁雪也同事一场 我能问问 她死的痛苦吗 嗯 溺死 是最难受的吧 活着要感受那种 无法呼吸的窒息感 你想挣扎 想喊叫 但一张嘴 水就会灌得越多 最后手脚没力气 就沉下去 等你浮起来的时候 浑身失败 你的脸被微生物 可能面目全非 林 是她让我说的 宋警官 没事 辛苦警察同志了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请尽管找我 那好 麻烦你了 对了 听说校长出差了 如果他回来 请第一时间联系警方 嗯 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 你干嘛拉着我 放手 你刚刚已经 透露案情细节了 任何情况之下 我们警方都要 对案情保密 什么警方啊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是你 我是我 少他们把我和你们 这帮酒囊犯带 掺和在一起 你 你肩膀上 看什么看 浑身没见过 还有 别再对我拉拉扯扯的 否则 别以为你是女的 我就不会告你性骚扰 从现在开始 你查你的 我查我的 你和我是平级 别对我直手画脚的 那个文身 总觉得有点古怪 算了 何必多管现实 宋队 怎么了 这么着急 大家自审心调出来的监控 我正准备过去呢 走 去看看 宋队 有什么发现吗 还没有 小区所有单元门楼道口 逼近的监控显示 案发当天 孙向民回家之后 就没有出来过 而且他点过外卖 有不在场的证明 他和丁雪的婚姻关系怎么样 两个人还挺和睦的 曾经有过争吵 主要是对生育二胎 存在意见不合 但是没有发生 家庭暴力等过激的行为 从作案动机和时间 孙向民都不符合 宋队 队的监视该撤了吧 等等 监控道回去 停 看这儿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丁雪很着急从家里跑出来 他是不是赶着去学校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 处理学生打架的问题 不至于这么激动 把这儿放大 仔细看他面部 神情慌张 而且非常害怕 但目前没有证据指向孙向民 还是先暂缓对他的调查 我建议 下一步侦查重点 放在那个叫周末的学生 和校长可军身上 葛军在案发当晚就出城 这一点很可疑 是啊 丁雪电脑的聊天记录也证实 葛军存在对丁雪的性骚扰 宋队 张队 葛军会将军吗 从去年三月份开始 你对丁雪实施了长大一年多的性骚扰 甚至还给他发过威胁短信 葛校长要怎么解释 不可能 这是你们胡乱编出来 再赠我的 那这张你性骚扰丁雪的照片 怎么解释 你 这 这是很久以前了 你怎么会有 你们头拍我 葛校长 你已经被警方列为了头号现役人 无论你再怎么狡辩 我们总会找到证据 将你绳之以法 我想想你的家人 难道你要让他们因为你是杀人犯 而蒙凶吗 别说了 你放心 我们警方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但是 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真的没有杀他 我只是恐吓他而已 五月十四号那晚 你在做什么 我 我借出差之名 去 去会情人了 宋队 我们刚才调到了他当晚入酒店的视频记录 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线索又断了 行吧 通知记检的兄弟来接管 警察同志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违反了纪律 而且造成了恶劣影响 我说过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走了 葛校长 我也回办公室了 你等等 那些照片你从哪弄来的 你管我 我说过吧 你查你的 我查我的 不符合程序的证据 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你不知道吗 哪里来的那么多规矩啊 要不是我把证据放在他眼前 你能问得出来吗 警方办案注重结果 但也讲究程序正义 少拿你们那套来糊弄我 我穿这身衣服 不代表我任何你们的刑事作风 在我眼里 你们 都是窝囊废 既然你这么讨厌警方 为什么又要和我们为伍呢 林法医你不觉得恶心吗 该恶心的是你们的无作为 是你们的低效率 不是我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警方 无可奉告 林法医 我有一句忠告 凡事不要剑走偏锋 否则 自食恶果 小雅 拜拜 拜拜 小朋友等爸爸吗 叔叔是你爸爸的朋友 他让我来接你 来 吃颗糖 谢谢叔叔 站住 你来着他做什么 我是他爸爸的朋友 我知道你不是 多管闲事 小朋友 跟叔叔走 放开他 阿姨 我不要跟你走 放开他 你谁啊你 滚 醒醒醒 小雅 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谢谢阿姨 是林法医吧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我也是路过 刚好看见你们拉拉扯扯 不太对劲 不过 李校长怎么来这边了 我记得这里离一中 还有些距离吧 我住这边的 我正打算回家 李校长和小妹妹认识 她是丁雪的女儿 以前见过 林法医你先忙 我等他爸爸来了再走 我不忙 陪你一起等等吧 那 那谢谢你 那个 怎么了 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问一下 宋警官那边查案 有新进展了吗 宋警官呢 先生 这是你的酒 你是周末吧 请查 我先送 我想问一下 关于丁雪老师的事情 麻烦让让 我还要工作的 作为他的学生 难道你不想知道 他是怎么遇害的吗 宋警官 我今年还未满十八周岁呢 据我所知 单独询用未成年人不合法吧 等等 酒吧里面好想好就是啊 不好意思 请让让 让一下 去哪了 原来宋大警官 叫出来陪我玩玩 没问题 两瓶六一十三 我听说 这有个叫周末的大帅子 让他出来陪我喝酒 这点票子给你意思一下 姐 从我刚才有事去了 要不 我陪你喝酒 也行啊 真可惜 那个小弟弟不在 姐姐还想包养他 包养 那小子 最近可不缺钱 不缺钱 一个小朋友来着打工 怎么会不缺钱呢 不知道这小子 最近抱上了什么金庄 最近还看他戴了欧米加手表 敢跟姐姐我抢人 算了 没心情了 散了散了 姐 这酒刚上呢 就不喝了 姐姐送你喝 姐 我叫老车送你 我帮你开门 真以为老娘醉 我帮你开门 害他们想解释 嗯 这车去哪儿啊 哈哈 你先上 对了 亲爱的 你来了 嗯 好难受啊 带我回家嘛 好不好嘛 你谁啊 不许带他走 短长的车在那边 哦 宋队不就是江城属一属儿的情景吗 自己搞不定还要找外援呢 我没工夫跟你撤 自己站好 你们他妈套路我 你 找我打 靠 疼死我了 算点 警察 警察同志 我知道错了 别吵 别吵 林法医 要止境吗 不用不用 我没醉 冷吗 先穿我的外套将就一下 你不生气 林法医 诡计多端 我都生气的话 不得气死 你还是闭嘴吧 队城 开车 宋队还没上车呢 我都生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理解的后 他的 Olis 疼狂 被名为 任性的 寒潮所吞没 被恕复的人 没输服的 过往 为何抉择 才能 挣脱 酿定的 枷锁 光源 之间的 距离 时间 勉择 难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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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